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猪 鬼灭之刃194话的情报终于更新了 上一话,猪士和人姐姐共同研制的药物对无惨起了作用 无惨被老化了9000岁,动作变满 贪智郎趁机把日之呼吸1到12行连了起来 现在我们赶紧来看一看鬼灭之刃194话的情报内容吧 之前立下了大功劳的送药的猫,被无惨老板残忍地粉碎了 让小猪还非常伤心呢 不过在这一话当中,经过御使郎的治愈,猫也再度复活了 原来猪士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在大战前被猪士变成了鬼猫 看到这里,小猪都佩服了,猪士小姐姐真是又美丽又聪明 在194话中,严柱被名语行名 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无惨的攻击所伤 被击中到腿部,导致腿受到重创 经过御使郎的准断,严柱的腿失血过多已经没救了 就算能救回来,平衡能力也不行了 这对于鬼杀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战斗力损失 而且小猪猜测,战斗结束如果严柱还能活下来 那么腿部大概会变为残疾 除了严柱腿断之外,蛇柱一黑小巴内也有新的状况 在探治郎尝试进入透视状态 可是却因为缺氧,眼前一黑 差点遭了无惨的毒手 这时,被突然出现的小巴内及时打救 小巴内的眼睛受伤失明 但他说,这不是为了救探治郎受的伤 之前就已经这样了 他说自己本来就诱颜弱势 几乎看不到东西 靠蛇来传达周围的信息 随着最强的严柱被命与性命的退场 蛇柱小巴内也无法辅助探治郎 目前,能够真正对抗无惨的人 仅剩下探治郎一个人 其他人也无法提供有效战力 这对于探治郎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毕竟,自己试图进入通透的时候 无法感知躲避 此时,对于鬼杀堆众人来说 形势很不容乐观 探治郎还在无惨身上 发现了原因留下的印记 作为唯一一个能够跟无惨战斗的鬼杀队队员 探治郎在战斗过程中 发现无惨的身上有着很多的伤痕 这些伤疤就是园医留下来的 几百年来 园医造成的刀伤还在灼烧着无惨的身体 无法完全愈合 所以,在战局中擅长分析情况的探治郎 打算攻击那些伤痕 伤痕即要害 本化的情报内容就是这些了 这次的情报内容信息量还是蛮大的 涉及到了多位成员 越是在接近尾声的现在 大大的满足了粉丝们的好奇心 只是鬼杀队站立不足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的女主泥豆子还没有赶来呢 是不是超速被拦下了呢 好啦,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啦 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喜欢小猪的 欢迎订阅点赞小猪哦 我们的字幕啦 我们开始 我们赶快显 если 我们再下� 我们再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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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再说